哈喽,大家好,我是乔姬佛,今天是周末,本来是想睡个懒觉的,但是小泽天天都要去核酸,时间都浪费了,现在带小泽去,可以喝饭去,你在哪儿新学的,学会了滑板吗,小泽说他学会了滑板,小泽,危险,小泽, 我还没有这么早吃过早饭呢,这也太早了吧,那你看点我们这儿,早上热干面,期待, 小的一杯米酒,一个馄饨,我就是粉丝,汤粉粉丝, 我本身就有一碗粉丝了,今天只是这一顿啊, 我还不是acker,你在这儿,这什么我都还会吃过早饭, 我喜欢吃对付欢迎现在的一碗 И在这儿, 我的驴就有水,我看到一个冬天, 第一个,我们前面就有温寒, 那是这个食物,我喜欢吃我,"你这变成和你这支的食物, 对付外衣经,我喜欢吃饭, 我喜欢吃四个美食的才能够, 我们吃完早饭 今天有一个重大的事情 要把它解决一下 就是这个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我们买回来 已经有六年了吧 现在呢就是已经 第一个是破的不像样子了 这都破了 这全都破了 小刀电动车 然后这座包也裂了 最关键的是 它这个现在车把也坏了 就是炸 炸也坏了 因为这个电动车 它不带叠杀 前后都是鼓杀 现在刹车皮 反正修也修了六七次了 现在刹车基本上等于没有 就是想刹车的话 必须把脚拿下来 沉在地上 就用脚磨擦地来制动 每天早上鸡婆 都要送小则 所以路上车也比较多 很危险 鸡婆也跟我说了几次了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把 这个电动车 把它去换一辆新的 换一辆新的 现在呢我就跟鸡婆 我们准备去 这个叫什么 电动车城 电动车市场 去把这个电动车 换个新电动车 你看 其实这刹车线 以前是在这个 这个管子里面的 它是内置的 后来刹车坏了 就变成了外置 我们 我们这个电动车 经历了 换了几次电池 换了三次 被偷了一次 换电池都换了两次 刹车换了不知道多少次 前面的灯也是换过的 这些盖子都是 盖子没换过 里面都修了N字 钥匙也贴进去 实际电动车也差不多了 我们到了 这里是电动车市场 以前这里是摩托车市场 但是后来武汉市禁止电动摩托车 现在这里都是卖电动车的 看到没有 雅迪 是不是里面进去也要好多 那我们就在那停下来吧 我想看一下雅迪 可以啊 那就把电动车靠边停吧 西磊电动车 小牛电动车 好多电动车 但是雅迪没有熟人呢 不是你买别的也没有熟人呢 好多好看的电动车 这个其实比较秀式 这个车轻轻轻输了 两个人坐没事吧 小哥坐后面 他设计就是两人坐的 大人收小孩的 都是买这种车 狗子放前头 这颜色太可爱了 不是他咋就没有别的颜色 一个别的颜色都没有啊 全来选去 我们选了雅迪这个经典款吧 现在师傅正在给我们装电池 我们那个老电动车的话 刚才销售员说是帮我们找上回收 说是300块钱 我们没有让他收走啊 因为什么 因为本身那个电池的话 我们在别的地方卖的话 也是300块钱 合称啊 车子本身就不值钱 我觉得划不来 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卖掉 哇 现在师傅把这个拆开了 要装电池 电动车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看下这是什么材质 这是个铁的 哎呀 看半天 装电池也装了半天 终于把新车装好了 就是这款白色的雅迪 这个旧车呢 他给我们出的钱实在是太少了 只能抵300块钱是吧 我们讲最起码也得抵500块钱 他不干 不干呢 对 因为电池本身就是300块钱 我卖给别人的地方就是300块钱 合着我这个车 沙沙都没有不值钱 所以就没卖 然后新买的这个车呢 我们最主要是看重它 前面的轮子是叠刹的 就是刹车非常的灵敏 就是早上姬婆送小泽的时候 就会安全一点 现在我们回家 那个姬婆骑新车 我来试一下啊 我来追你啊 我看我追不追得上你 完全追不上姬婆啊 我这完全追不上 这老车追不上他 追不上姬婆